金华城容积率弊案 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收押禁件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理由有三个要点 强调柯文哲明明知道增加过高 超过560%的容积率给金华城违背法令 但柯文哲却执意为之 而且贯彻意志迥然若揭 让审庆金获得不法利益200多亿 涉犯图利最嫌重大 柯文哲是单纯图利 还是和审庆金契约甚至收贿 都有待检察官进一步查明 为了避免调查进行的时候可能转重罪 被告可能坦诚也有可能会避重就轻 而且所羁押的共犯 目前叙述的都不一致 所以有勾串之余 最后考量本案不法利益高达200多亿 影响社会深远 没有办法以聚保责负替代 所以才会裁定有羁押的必要 但现在又传出柯文哲被检察官搜索的时候 第一时间拒绝开门 让检察官在门外等了一个小时 按门铃第三次才让检调进入搜索 事后又让检方发现 手机里有讯息被删除 疑似灭证成了羁押关键 台北地方法院强调 没有提供相关讯息 不予证实